大家好,我是最蓝 今天给大家继续录制这个统晒三军阵型教学的视频 上个视频我们说到新版本已经更新 那么现在我们在做的是上个版本的还剩下的几个没有做完的视频 那之前的录像里面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上一个视频里面有这个甘宁和韩当的组合没有讲 今天我们所讲的主角就是甘宁韩当 那提到韩当这个武将呢 我们就想起了我以前做这个身份局的视频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个韩当这个专辑 所以韩当这个武将是我非常喜欢的武将 到了统帅呢他的发挥也非常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匠面 这个匠面里面曹仁 弥竹 韩当 甘宁 俱在 包括输出的这个王鸡也都有 那暖色呢万事不绝守大猪 弥竹守起来 看对面怎么抓 对面的话冷色呢其实是要把甘宁给抓一抓的 但对面先守了一个曹仁 然后呢抓了一个诸葛锦 他想走这个诸葛锦王鸡的路线 那我们直接放给他好吧 因为他没有抓这个甘宁韩当 这里的话韩当甘宁是必拆其一 首先一个冷煮甘宁是非常有压制力 或者呢他抓韩当也可以陷掉我们 韩当跟弥竹的一个排差 那韩当这个武将我们做身份局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他一瞬间呢是至少有三到四张的排差 在统帅里的保守估计的话就是有三张 三张排差 所以我们就直接出一个 弥竹 韩当甘宁 因为韩当解凡甘宁的时候呢 韩当和弥竹会给两张 那甘宁靠边的人这个冷色没有行动之前呢 他的一个装备啊不一定摸得到这个武器 所以说他有三张 我们这样的保守估计是有三张 有的时候呢 比如冷煮挂了个简易码 又没有刀的话呢 就是四张牌啊 或者有不愿意弃的刀 那我们看看骑手手牌 行动顺序呢 是一个韩当先 韩当先这个拆一下 然后呢解凡 这里先解凡 先解凡 看看能不能找到多的无懈啊 好 直接开决斗啊 这边呢 一定是击杀这个曹人 这个击杀呢 是这么来想选择的 甘宁对位谁就优先击杀谁啊 跟曹人这个卖血 曹人比如说 如果王姬掉血了 曹人可以给王姬补牌啊 跟这个没有关系 主要是看甘宁的对位是谁啊 甘宁能够优先对位谁 好 火攻打一点伤害 那手里呢是有两拆 然后带一个九杀 我们看看拆了一个桃 看看有没有闪 好 这张牌拆了之后呢 他之前是火攻的这个一张名牌了 朱雀与善啊 所以我们直接干他 对不对 这不是名牌 还有记错了 怎么讲解出现失误啊 我弃了朱雀与善看错了啊 这里呢肯定是九杀的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之前是丢了一个朱雀与善 然后现在轮到王姬 剩下的黑盘 他拆一下王姬 减少一下王姬的爆发 那单胜一个王姬诸葛锦的话 就没有那么强了 没有曹仁的话 所以在抓将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专门讲了 这边一个呢 冷色抓将呢 是出现了失误的 暖手弥足 冷手曹仁 这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甘宁寒当 必拆其一 如果不拆其一 给暖色一个甘宁寒当的二连 一瞬间的爆发 可以把你冷色的起始曹仁的边 或者你要想要打爆发的王姬边 给你裸空 如果甘宁队的是三血王姬 那么王姬更容易造成击杀 击杀 寒当的话是可以远距离输出 而甘宁队的王姬 王姬本身就是三血 对吧 一顿裸没有牌 那么曹仁的话 即便你给王姬补一张牌 也就是个小英姿而已 并不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 就是说质的飞跃 那现在三打一很快就进入垃圾时间了 那我们可以放快一点 好 弥珠继续动 走弥珠啊 弥珠这个下一个版本呢 从这个匠十里面 剔除了啊 伴随了我们一年两年的这个弥珠 终于从这个匠十里面走掉了啊 再也不用去考虑这个弥珠的 这个一加二加加三啊 算这个十三点的问题了 也不用去每次纠结 有弥珠又有曹仁到底守谁 对吧 这个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暖色 他必须要守曹仁 在降面才能打得过 如果守弥珠可能会掉进现金里面 所以 也不用再思考这个问题了 也是个好消息 而且弥珠这个武将啊 本身的强度就有点过强啊 过强 强度有点过分 所以说他从降池里剔除的话 其实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可以给统帅的这个环境 带来一个新的环境 尤其弥珠暖主还多一手牌 这个牌差就已经更大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还是这个弥珠的 那前两个呢 都是一个暖色的韩当干宁 暖色的韩当干宁 其实不太好抓到的 那这里呢 我们冷色呢 我们这边看一下 可以抓弥珠 可以抓郭佳 因为郭佳有这个流程张飞的组合 那我抓弥珠 对面直接抓这个郭飞 我们是不怕的 因为这个降面我们看见了 是有韩当干宁 这个暖色的一个 疯狂拆牌组合的 也说韩当干宁 我们前面已经见识过 韩当干宁的爆发 秒三雪边 四雪边是轻轻松松的 是有可能秒边的 所以即便他出这个流程 郭佳张飞啊 就是上面上一个视频 我所讲的这个阵型 上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专门吹了一波流程 郭佳张飞对不对 那这个视频我们来吹一下 能够克制他的阵型 就是这个干宁韩当 我们来看一下 韩当起手的非常不错 一个大五谷 直接大招 然后呢顺手牵羊 顺起来 火攻火起来 好吧 这里为什么要顺这个 弥足的连弩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 这里直接去强行输出 张飞两张牌 陶子解凡 陶子攻骑 然后解凡干宁 一二三 干宁又摸三 然后两张杀 打到张飞身上 我们来看一下 干宁骑手手牌 干宁骑手手牌 是有古定刀的 古定刀 即便没有古定刀 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输出能力 起手把这个冷色的张飞 给他压制到一滴血 那么他对他的这个替身来说 限制就非常大 他必须摸桃 回血才有可能发动替身 好 顺手牵羊 不要顺手牵羊 讲错了 这里不能顺手牵羊 这里先挂古定刀 红杀 如果杀不死 顺手我们弥足手牌 借刀杀人 弥足的手牌是名牌 我们这个现在统帅是一人操作三个武将 这点非常好 这里就是一回合击杀 顺手这个借刀杀人 然后古定刀拆出去 拆这个流程 然后借刀把寒灯的连弩拿过来 相当于我们通过了一张顺手和借刀 把弥足手里的这个 暖阻的名的连弩 分别使用给了寒当和甘宁 而寒当能够远距离输出 就一波带飞了 他们的输出核心张飞 也就解决了这个流程张飞的冷色四连问题 然后留两张黑 这里一定要裸空这个流程啊 有乐也要裸空 裸空是为了方便我们弥足一会对流程打输出 好 屋中升个油 那直接上九杀 好吧 算算先算一个算一个十三点 这个装备给到甘宁 给到寒当就可以了 甘宁本身有两张黑 不需要了啊 这边流程洞 我们还有一张无蟹 我们无蟹呢 他在去战绝国家的时候 可以打一个无蟹 那流程这个打牌一看就是年轻啊 不杀国家 现在只有杀国家 他们才有一点点机会 来杀寒当 这输出都会被民族的这个 补调啊 白张无蟹 然后我就直接干净动啊 你用不了这么多 拆一下国家 挂起寒冰线 想拆个闪 然后寒冰杀国家 闪 然后在寒冰拆掉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寒当动 寒当动继续这个八卦阵拆 都是拿来拆迁的 杀 好 剩下一个国家了 国家这里 手牌还算不错啊 摸到一张万剑齐发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要把这个流程救起来 反正不给国家任何的活路啊 桃子多得很 而且又很安全 那我们这两张牌 人头牌是一定要自己收的 干净这里一个卖血 防个酒杀 二一个 民族可以给他免费回血 有一件K点的借刀杀人 也有一个K点的马 借刀杀人给他 借刀杀人给他 这样的话 干净可以拿这个借刀去拆 剩下这三打一碰国家 甚至可以民族抢动 再给一张 这边只能托管了啊 其实点开投降就好了 但是现在呢 是七分钟投降不了 那我们现在先稳一轮 稳一手啊 都不满手牌了之后呢 状态好了 那下一回合 开始对国家进行输出 现在就还是可以一直迷主动啊 这个行动顺序都没关系了 杀就完事了啊 杀 现在开始输出 你用不了这么多了 拆这个国家杀他 杀 弟兄们准备动手 然后开个南蛮 南蛮入侵 把他拿到一血 然后由我们这个弥足主帅收人头 杀 其实暖色呢 在这个抓将的时候呢 想要能够抓到 就是说我们不说不提这个弥足啊 因为暖是能守的 如果有弥足下面 你要想守弥足是能守到弥足的 但是你同时抓到这个干净寒当 一般来说都是对手放给你机会 要么对手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组合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国家张飞啊 什么孙策流程理点 这种东西 或者呢就是对手放给我们这个干净寒当 一般暖色是这样子的 而因为干净寒当嘛 这爆发还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在这个统帅界有一句说法 叫做这个干净寒当可打万针 就是干净配寒当 无论能暖 它是能够打各种阵型的 不要瞧不起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个冷色的干净寒当 这把我们是冷 终于见到一个冷色的了 那对面暖手 暖手曹人没问题 我们呢又少寒当干净 看我们这个抓将就是 公孙渊不要的 要寒当干净 注意一下对面的抓将 对面这一手抓将出现一个问题 它在这个抓走公孙渊之后呢 是优先选择司马朗而非选大桥 那么我们就手抓这个大桥和司马懿 这又属于一个抓将失误 因为本身我干净可以做冷煮 反过来我再拿个大桥 就可以打一个干净寒当鞭 配一个大桥冷煮 再抓一个司马懿 你在场上不存在诸葛亮和诸葛景的情况下 你起手被这个大桥限制一个勒布斯鼠 收益可想而知 好吧 所以说对手这里司马朗抓将过于着急 因为我们在抓将的话 司马朗我们其实想要在下一抓 比如说对面上抓了抓桥 我再来去抓这个司马朗 我大概率是不会抓司马朗的 一般来说司马朗曹仁 公孙渊 就是说公孙渊跟司马朗是有一定的配合能力的 但是跟曹仁他不是特别能配合 那曹仁跟他配合的一点是什么呢 可以主动帮司马朗卖血 这是曹仁跟司马朗的配合 可以过牌 但是就是聚兵的配合相对来说少一点 就是说曹仁他只能跟他的其中一个技能配合 第二个技能聚兵的过牌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他司马朗的抓位偏高 而且在这样一个主打 有一个冷煮的大桥的情况下面 是不能够这么抓将的 好抓将我们提完了 大桥启动 由于这边大桥贴了勒布斯鼠给曹仁 那么宗媛渊只能抢动 抢动之后呢 想要去解这个勒布斯鼠 通过自己的手牌 来顺我们对面三张牌 或者顺自己队友里的这个拆顺 都可以 看他怎么操作的 这波呢顺了一下曹仁看到了吧 所以说曹仁手里有可能能解乐的牌 还拿了个连弩无限 又拿了这个韩当的顺手牵羊 那这里呢 既拿到一张无限呢 又反过来解个勒布斯鼠 而且很强 这个勒布斯鼠一看就是从曹仁那里拿的 因为解乐的牌是解在哪的 是解在我们韩当的顺手牵羊解的乐 所以没办法 我手里韩当有过拆 那骑手只能去拆这个公孙烟 看能不能拆到无限 要不然就解不了无限 然后决斗骗无限 怎么都骗不了 那就没办法 好吧 砍到公孙烟 对面这个阵型呢 我们就只能集火公孙烟 因为曹仁会自己卖血 我们只能一直压公孙烟 这里军兵就可以军兵 反正也是 这个闪他肯定会给回来的 你懂吧 所以可以军兵 白嫖 不嫖白不嫖 他给回来的肯定不是进攻牌 所以给的是防御牌 我们对这个回合外的防御 还是很有用的 甘尼呢 起手呢 就拿两张黑 两个闪就可以了 这个南蛮 甘尼要放大招 给自己加上司马朗发大招 注意 对手是要卖血的 一是卖血 司马朗可以补牌 二是补血 二是这个 可以跟曹仁过牌 我们看到了 在这边打无限 或者放大招 让司马朗不能卖血的情况下 曹仁可以崩自己 男儿康慨 军中豪迈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限制了曹仁 看我们一轮手牌的机会 懂吧 少了一个栗战 我们冷色的机会 这个接刀呢 直接杀就行了 不怕 寒冰界 哇 这一个司马朗的牌序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轮到我们冷色四连行动了 上一轮因为干净中乐 所以我们没有开大招 这轮开大招 一张 两张 这边丢一个寒冰剑 但是那边有减一码 我们看到还是三张牌 有时候保守体现 大概率都是能有三张牌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只要暖组有一个减一码 我们又能摸到三张牌 这里跟他拼无限就行了 把这个司马朗拼掉 然后把司马朗压到一血 司马朗压到一血 在曹仁补牌的情况下面呢 他是要用两张牌 两张牌去这个 去及 而且我可以把黑色打光 这里这个黑桃无限也要过拆出去 为什么啊 因为有军兵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白嫖 司马朗压一张手牌 所以这个无限可以拆出去 没问题的啊 拆就是了 而且拆完之后呢 让他知道我有桃 他就来就来拆我桃子 不会来弃我大桥的手牌了 也不会去管我韩当了 就没有办法跟韩当造成一个 看韩当是个闪出一刀 再刷一刀 保生给韩当输出的这个特性 司马朗这里必须两张红 对手运气实在是不错 还是摸到两张红 如果不是两红是黑的话 他是要这个砌牌的 他是要掉血的 先普通杀 雌雄一下这个司马朗 司马朗肯定还是不想给大桥过牌 由于前面呢 他把这个红桃麒麟弓和红桃闪 拿去补血了 这个司马朗大概也没闪 这里大桥抢洞 再一个九雷沙过去 打到这个击杀司马朗的目的 所以看到对手呢 是守了司马朗 打出配合了吗 打出配合了 什么配合呢 骏冰过了两次牌 然后呢 给公孙渊补了两滴血 曹仁补了一滴血 自己补一滴血 一共创造了四滴血的这个血差 但是还是扛不住这个 由于大桥的一个限制 所带来的干凝寒当的爆发 所以说玩统帅呢 你首先第一个 要对所有武将的技能比较熟悉 他们之间的搭配 其次一个在特定的匠面情况下 你的一个抓匠就决定了 你本这一次你能够 就是说这局游戏 如果你抓将抓得好 大概率就是说 五五开或者五点五啊 比四点五不至于 就是说达到一个大劣势 但是如果你抓将抓不好 很有可能一手抓将失误 导致你整局都被限制 古丁导抄起来 继续一个菊花崩一下 你们不要说这个干凝啊 什么总摸菊花刀啊 为什么视频里面总摸菊花刀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干净还能 只要能有牌插的武将 他摸到什么牌都不奇怪 都不奇怪 不要感到奇怪 拆武器 大无中 手里有一个桃 弃了黑拿了我一个武器 没什么用 到最后 这个公孙爷也就废了 我直接寒当栋 寒当栋可以 因为可以靠到一个曹人 那我们直接摸到一个南蛮入侵 更好 南蛮入侵 这边干净是有桃的 我们把救起来就行了啊 三个人都活的 这个场面上比较好看 杀 然后再一刀补下 龚村渊 杀 没有问题啊 天不容我 那么一个很遗憾的消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武将 寒当 也从我们这个统帅的 将尺里面移除了 以前还专门为身份局 给寒当做个专辑 以前在做这个身份局 视频的时候 所以呢 寒当也被这个移除了 那最后我们呢 在这个移除之前 再来看一下他的高光时刻吧 下期统帅视频 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就是说 这个 看了我的视频 对这个武将之间 有些了解 看了统帅呢 你以后去打这个身份 用这些武将 或者说国战里面 一些配合的时候 你也都会 有所提高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